2024年10月2日,新闻播报1 10月1号晚上7点半,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超过400枚导弹,攻击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以色列全国各地响起警报,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谷传出爆炸声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表示,以色列与美国的防空系统拦截了大部分导弹,仅有少数导弹击中地面,导致两人轻伤 内塔尼亚胡总理在电视讲话中表示,伊朗犯下了大错,将为此付出代价,强调以色列的自卫和报复决心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此次袭击是为了报复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及伊朗高级将领的袭击 命令是由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依下达 美国白宫监测了此次袭击,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在战情室保持联系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通话时,重申了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 英国首相斯塔默和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均谴责了伊朗的攻击,强调必须立即停止袭击 随着局势升级,国际社会对中东局势的担忧加剧可能会进一步影响伊朗的核设施和地区稳定 新闻播报2 法广报道,美国海岸警卫队通报称,中国海警船与俄罗斯海警船于9月28日在白令海进行了联合巡航 这一舰队在美国圣劳伦斯岛西南约700公里处被发现,总共包括4艘船 其中两艘为中国海警船,另外两艘为俄罗斯海警船 美国海岸警卫队指挥官迪恩表示,中俄舰队在白令海的巡航表明两国对北极地区的兴趣日益增强 美国将继续致力于应对中俄的活动 今年7月,美国海岸警卫队曾发现解放军军舰在美国的专属经济区内航行 同月,中俄轰炸机首次在阿拉斯加附近的国际空域进行联合巡航 并进入了美国的防空识别区 这些事件表明,中俄两国在北极和周边地区的军事合作正在加深 引起了美国的高度关注 新闻播报3 美国总统拜登于10月1日签署了加强总统安全法案 该法案正式成为法律 该法案于9月20日获得众议院以405票赞成 零票反对的压倒性通过 法案要求美国特勤局采取相同的标准来保护总统、副总统以及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 并定期向国会领导人通报对候选人的保护情况 该法案的背景源于前总统特朗普曾遭受两次袭击事件 与此同时,关于当前政治局势的调查显示 副总统哈里斯与特朗普之间的竞争仍然十分激烈 瑞银调查了900名拥有百万美元资产的美国投资者和500名企业家 结果显示57%的投资者倾向于支持哈里斯 而43%支持特朗普 在企业家中 47%支持哈里斯 53%支持特朗普 调查还显示 84%的投资者和83%的企业家认为 经济议题是选举中最重要的议题 此外,副总统候选人沃尔茨和万斯于10月1日晚举行了电视辩论 在辩论中,主持人提到关于美国民主的问题 万斯表示 特朗普在2020年的选举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并认为这些问题应公开和平地解决 沃尔茨则批评万斯不敢承认 特朗普2020年的选举失败 并表达对特朗普可能不接受今年选举结果的担忧 在经济议题上 沃尔茨批评特朗普在应对疫情方面的表现 称其导致了美国经济崩溃 万斯则为特朗普的经济政策辩护 认为这些政策创造了许多记录 但也遭到了持有博士学位 但缺乏常识的人士的攻击 辩论的火花不断 成为观众关注的焦点 新闻播报4 法新社报道 10月1日 一名中国男子在瑞士苏黎市的购物中心刺伤了3名5岁的儿童 其中一名男童伤势严重 事件发生在中午12点多 当时托儿所的老师正带着孩子们前往托儿所 遭到这名持刀男子的袭击 经过路人的帮助 老师成功制服了该男子并将他拘留 随后警方赶到将其逮捕 这名23岁的中国男子于9月1日被捕 关于他的其他信息目前尚不清楚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事件引发了公众对安全问题的关注 尤其是近年来发生的类似案件 例如 在9月18日 中国深圳的一名男童在上学途中被另一名中国男子刺死 而在8月27日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班也发生了一起案件 一名中国男子将滚烫的咖啡 泼在一名9个月大男婴的身上 导致该男婴从头到腹部被严重烫伤 作案后 该男子逃离了澳大利亚 这些暴力事件引发了广泛的担忧 公众呼吁加强对涉事人员的追踪和逮捕 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新闻播报5 法广报道 加拿大政府于10月1日宣布 将对中国的钢铁和铝产品征收25%的附加税 预计于10月22日生效 加拿大财政部长方惠兰表示 这些措施旨在保护加拿大工业 防止因中国产能过剩而导致的不公平竞争 此外 从10月1日起 加拿大还对中国的电动车征收100%的关税 包括货车 动力车 卡车 和公共汽车 这一政策也是效仿美国的做法 与此同时 中国于9月3日宣布 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油菜籽进行反倾销调查 中国是加拿大油菜籽的第二大进口国 去年进口额达50亿加元 仅次于美国 多伦多都会大学的教授吉尔兰指出 中加之间的贸易摩擦日益加剧 双方可能正在酝酿一场贸易战 他认为 中国目前正与欧盟 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发生贸易争端 下一步可能会将矛头指向澳大利亚 新闻播报6 彭博社报道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内曼 Brand Neiman 于10月1日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方论坛上发言 指出 中国的外汇调期安排和货币互换存在问题 他表示 货币互换是一种金融工具 涉及两国之间交换等值货币 中国人民银行与多个国家 如斯里兰塔 老挝和阿根廷 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 但内曼强调 人民银行没有向IMF详细报告 每一项货币互换的细节 这导致IMF对这些协议的处理非常混乱 内曼呼吁 IMF在计算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时 不要简单地将中国的数据纳入其中 他指出 中国不算在外汇储备的数据中 且 IMF规定外汇储备必须随时可用 并由货币当局控制 但中国的货币互换安排 显然违反了这一规定 此外 内曼批评 IMF对中国经济政策的批评 故于客气 且没有公开评论 中国国有银行 在汇率管理中的作用 也没有说明 为什么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变化 与中国国际收支数据中的储备交易不一致 这些表态暗示了 他对中国央行透明度和外汇管理的质疑 指出 可能存在造假或不当行为的风险 新闻播报7 法新社报道 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 于10月1日晚 在首相官邸举行了上任后的首次记者会 在外交政策、经济问题、政治改革和安全条约 与军事战略上提出了几个重要观点 石破茂指出 日本正面临自二战以来 最严峻的地区安全形势 他强调将以日美同盟为基础 扩大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 通过加强外交和国防来维护日本的安全与地区稳定 此外 政府还将继续关注网络安全和海外、日本公民的安全 在经济方面 石破茂表示 首要任务是带领日本走出通缩 保持宽松的经济和财政政策 他提到将制定经济支持措施 包括提高实际工资和促进企业资本支出 在政治问题上 他强调最紧迫的任务是进行政治改革 以恢复自民党因黑金丑闻而失去的民众信任 在9月27日当选自民党总裁的当天 石破茂还在哈德逊研究所官网 发表了一篇关于日本外交政策未来的文章 提议修改美日安保条约 以纠正两国之间的不对称关系 他主张将日美同盟提升为与英美同盟相等的关系 并建议为了遏制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的核威胁 应该创建亚洲版的北约 并允许美国将核武器部署到日本 这一提议突破了日本的无核三原则 石破茂的表态显示出他在安全和外交政策上的强硬立场 展现了比外界预期更为激进的态度 新闻播报8 彭博社的报道 菲律宾航空公司于10月1日宣布 因需求疲弱 将在未来几个月减少从马尼拉飞往北京和广州的航班 航班时刻追踪网站显示 菲律宾航空公司飞往中国的航班数量 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曾经是菲律宾第二大旅游群体的中国游客 目前的数量已下降到疫情前的20% 此外 菲律宾亚洲航空在9月14日宣布 将在四季度停止所有往返马尼拉与中国城市的航班 亚航首席执行官伊斯拉表示 该公司的销售额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尤其是在与中国的航线上 与此同时 速物太平洋航空和中国南方航空 在最近几个月也取消或减少了往返菲律宾与中国的航班 分析认为 旅游需求疲软以及菲律宾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导致两国之间的人员往来大幅减少 这一系列变化反映了当前国际航空市场的挑战和复杂局势 新闻播报9 法广报道 柬埔寨副首相孙战托于10月1日在美国智库的活动上表示 一旦云朗海军基地的扩建工程完成 任何国家的军舰都可以停靠该基地 只要是出于人道主义救援或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他强调 柬埔寨欢迎美国海军访问云朗基地 云朗海军基地曾是美国和柬埔寨进行联合训练与演习的地方 但随着美国与柬埔寨关系的紧张 柬埔寨于2020年10月拆除了美国在该基地的设施 自2022年6月起 中国开始协助柬埔寨对云朗海军基地进行升级改造 并在去年12月以来 两艘中国军舰一直停靠在该基地帮助训练柬埔寨海军 美国军方对此表示担忧 认为云朗基地可能成为中国军队的前哨基地 今年6月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内 及前首相洪森进行了会谈 讨论了恢复军事训练和交流 抬累等议题 孙战托指出 如果美国不积极参与 柬埔寨将会转向中国寻求合作 此举反映出地区安全与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新闻播报时 根据明报的报道 10月1日国庆假期的第一天 京广高铁出现了严重的延误 造成大量旅客滞留在郑州东站 许多网友在微博上发帖 反映他们的旅程受到影响 有人表示 从北京西到贵阳北的G734列车 在郑州东站停了一个半小时 依然没有发车 到10月1日晚上10点 仍然有多趟列车在郑州东站滞留 其中包括西安北到贵阳北的G734列车 和西安北到深圳北的G8414列车 后者延误了三个半小时 郑州铁路局指出 京广高铁郑州东站发生了设备故障 导致往南开的列车出现晚点 设备故障在当日下午已经修复 网友们对此表示不满 认为假期高铁加开列车的情况下 一旦出现一趟列车的晚点 后续的列车也会受到连锁影响 他们质疑高铁部门在假期前 是否进行了设备检测和维修 并批评这种状况显示出管理上的失职 这一事件凸显了在客运高峰期间 交通系统的脆弱性 以及旅客体验的重要性 新闻播报11 中国国庆假期从10月1日开始 携程网发布的数据指出 日本成为中国游客最受欢迎的出境旅游目的地 其次是泰国和韩国 尽管一些中国游客对去日本的安全问题有所担忧 但仍有许多人选择前往日本 报道称 一位带着两岁孩子的中国男性表示 他曾多次访问日本 并不担心安全问题 新闻播报12 根据中国海关的消息 最近在广州白云机场 查获了一名旅客携带180万美元现金入境的事件 引起了广泛关注 该旅客乘坐国航到达广州 但为事先申报所携带的现金 海关人员通过X光机检查行李 发现旗内装有大量长方形纸片 怀疑为货币 经过进一步检查 海关发现行李中塞满了成捆的100美元和50美元的现金 最终确认总金额超过180万美元 根据规定 进出境旅客如携带超过2万元人民币或5000美元现金 需选择申报通道进行申报 这名旅客的现金将会被海关充公 提醒公众在出入境时注意相关法律法规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新闻播报13 根据亚洲电台的报道 流亡港人汤伟雄与民间组织香港编程青年 在10月1日与台北西门町举行集会 旨在反对中共建政75周年 并表达对中共迫害受害者的声援 集会现场悬挂了多面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的旗帜 然而发生了冲突 两名中国游客在集会期间抢走了旗帜 并将其扔在地上 声称今天是中国国庆 不允许摆放这种旗帜 汤伟雄立即反驳 强调这里是台湾而非中国 并要求游客不要动手 两名游客继续与汤伟雄对骂 称台湾香港都是中国的 而汤伟雄则坚持说台湾是台湾人的 香港是香港人的 最终警察介入将双方分开 并让那两名中国游客离开 集会继续进行 汤伟雄表示 如果这些游客不认同自由和民主 他们应该回中国 这一事件再次凸显了两岸关系 及香港问题上的政治分歧 引发了围绕民主 自由及国家认同的激烈讨论 新闻播报14 根据NHK的报道 东京都色谷区自10月1日起 实施了一项新的禁酒令 这项禁令规定 每天傍晚6点至次日清晨5点 禁止在公共场合和街上喝酒 色谷区公所表示 疫情结束后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外国游客 在公共场合饮酒 导致了酒后闹事和垃圾问题 最初 这项禁酒令 旨在万圣节和除夕晚上实施 但在今年6月 色谷区议会通过修正案 将禁酒令的范围扩大至全年 并适用于从色谷车站 到色谷区公所及公园等多个地点 尽管会有工作人员进行巡逻 以劝导违反禁令的人士 但色谷区公所表示 不会对违反者处以罚款或其他惩罚 这项措施旨在维护公共秩序和改善环境卫生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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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